白色轿车车顶撞先 引擎掉落 整台车扭曲变形 几乎快解体 一旁路数也被拦腰撞断 这台轿车最先是撞上了军用卡车 把军卡传动轴都撞掉 轿车内两人当场喷飞 一死一重伤 那一个是还有一 也没有 也没有 对对对 他现在急救 事情发生在台中大理环和路 清晨五点陆军第十军团 两三四机步旅的车队 刚完成作战计划演练要回部队 没想到开到一半 后方突然冲出一辆轿车转过来 整车的阿兵哥都吓到 赶紧下车帮忙 由于军方有随行救护车 第一时间将轿车重伤的人送一急救 他撞到我们 他那应该是蛮快的 两男婴喷飞车外 所以现在正在查证情驾驶身份 轿车内两人都是二十四岁男性 受重伤的经抽血换算酒精浓度 零点七九毫克 警方后续要厘清 开车的是死者还是伤者 是否因为酒驾追撞军车 酿成死亡事故 记者廉家庆皇翔 父皇诗涵 台中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